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, 即淫魔制片哈维·温斯坦被开出奥斯卡会集后, 天才老爹比尔·寇斯比和奥斯卡导演罗曼·波兰斯基, 也因近年卷性侵案, 被美国影艺学院轰出奥斯卡。 上星期比尔被裁定三项加重强制委屑罪成立, 每项罪名最高可判监十年, 意味着目前高龄80岁的他, 余生可能都将在监狱中度过, 美国影艺学院理事会隐于一日晚间, 根据新的行为准则, 投票表决将比尔和罗曼出名, 并发声明表示, 理事会持续鼓励实现道德标准, 要求会员维护奔学院尊重人性尊严的价值。 对此, 13岁被罗曼性侵的受害者沙曼莎却不以为然, 表示, 这对改变当今好莱坞性别歧视文化毫无帮助, 只证明了他们要回家吃自己, 更痛疲学会的决定, 丑陋又残忍, 一切只是做做样子的公规手段。 天才老爹比尔寇斯比惨遭奥斯卡出汇集。 欧新社, 奥斯卡导演罗曼·波兰斯基。 欧新社, 我会使用这些决定的决定, 您以后有点好瑞坞性别有个决定。 感谢观看